這次是困難很多 大家看到六十條頭精神病 那個瘋狂的狀態 我很慶幸我生了Jackie 所以變成了她是我的一個 零丹妙藥 盛房的春天 我想這一刻 這一刻 是我生活了那麼多年 我最開心的時間 這次是困難很多 因為上次大家看到 其實只有兩個角色 一來有一個精神病 然後是Morris Morris突然間 跟Ella分手之後 唐本星在天台又跌了一個人 她又是不同了 我想這星期五 大家就會看到 在現實跌下來的陳沙中 是哪一個來的 平常時空開始很出現 當然在現場的時候 一定會影響的 因為大家看到六十條頭精神病 那個瘋狂的狀態 唯一一件事 幸好是我回到家 就像剛剛那時Jack Royce 差不多一百元 那段時間 所以她是我的一個 零丹妙藥 回到家裡 看到她 她一笑我就 溶化了 什麼壓力都溶化了 做運動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跑步是令我可以 真心舒緩到我的壓力 所以我在那段時間 大家看到我好像很瘦 吃得不多 因為她的角色上面需要 因為她有個精神病 第二就是我要做運動 這次是單元 令到每一個人都有來回 好似第二就是 你看到那位姑娘 對女兒的工作 其實她是愛人 不過她是用作作方法 所以作為一個父母 你愛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你都要給她 你會用作作方法呢 有很多人跟我說的時候 就說 喂 你生小朋友吧 生小朋友吧 我經常覺得 哎呀 我要做這個行 但我哪有時間要照顧 我很慶幸 我生了一個Jackie 如果沒有生他 我一定會很幸福 因為他是帶給我無限的快樂 當我在餐廳 看到他出生的時候 就是你很感動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 什麼都不是你 所有身邊 物質也好 人與事也好 都不是你 他真的來 屬於我和我太太 有一天我回家 我回家在那裡擠東西 他在床上大喊 啪啪 哇 立刻衝進廁所 洗澡 搞定所有的東西 然後出來抱緊他 第一次聽到大爸爸 很開心 很開心 現在還開心 現在簡直是 他每晚睡覺都會懂得走進來 kiss我和太太 我發掘了原來我只有一個奶爸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沒想到可以這麼細心去做 所以我沒有後悔 我生了他 最難搞的就是餵吃飯 因為經常要看電視 又要去 小朋友是坐不定的 你要有很大的耐性 很大的挑戰性 是直接訓練我的EQ 我會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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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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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罵他 你吃吧 乖乖吃好東西 還有一條被他摔下 他被他摔下 他被他摔下 你罵他摔下 你罵他就是這樣 你經常要泡放不給泡 這個是你自己 告訴你 你也要這樣做 今天他不認識 可能他不知道什麼事 他會覺得 你怎麼沒有我 但是他再有 再大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他 其實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所有事情 你靠自己 跌下就自己 站在身上 就是你自己的經歷 你覺得這件事很高 絕對 可能跟我小時候有關係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們家庭長大 媽媽在家裡 就是做 就是 斜熱 爸爸在澳門 他經常兩邊走 變成 好像 只有媽媽在這裡教 不是說爸爸不認識我 但是 很期盼 一個禮拜才認識他 就是他父母 所以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 我是需要 給多一點愛 我一定要教他 所以一定要教好他 這件事 我沒有刻意 定他做什麼 就是始終 這一刻 因為他小時候 大家覺得得意 所以我才知道 沒有他社交媒體 大家開心一下 到他報告的時候 這件事 我就完全借了 我就不會給他 因為始終還是要一個正常化學 不想讓他覺得 或者讓同學覺得 他好像與別不同 我爸爸 我媽媽 都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自由度 所以我在這個家庭成績 對我們來說 Jekyll也是一樣 只要他不是壞 他喜歡做什麼 我不管他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